曹操打不死的乐观主义者 曹操完成了对徐州的接管之后 回到许昌 皇帝刘邪举行了盛大的晚宴 庆祝中央朝廷的这一胜利 曹操心血来潮 招呼刘备坐到他身边 刘备诚惶诚恐 当宴会进入高潮时 曹操用手指点着现场那些参会的官员 问刘备说 玄德啊 你看出来什么没有 刘备是真没看出什么来啊 因为每个官员都在那自嗨着呢 除了面貌不一官服不同外 没什么本质区别 曹操扬扬得意的指着 坐在刘邪 右下手的那些官员们说 这伙人是一伙的 他们都是当年从洛阳被董卓迁到长安 又从长安迁回洛阳 再迁到我这许昌这来的 他们是皇上最信赖的大臣们 刘备急忙点头 曹操又指着一个一本正经的人说 这个人就是董城 是这些官员里的主心骨 刘备记下了 曹操又指着坐在刘邪对面的那些官员们说 这伙人既不效忠我 也不效忠皇上 他们随时准备效忠那些真正的统治者 刘备点了点头 曹操最后指着跟自己坐在一起的人说 这帮人就是效忠于我的官员 刘备呕了一声 曹操一来他的肩膀 问你下次准备坐哪啊 刘备脸上的肉汁抽抽 说我我我我 我哪有这样的福分呢 这回要不是您邀请我 我都没资格上这来 曹操哈哈大笑 笑声把现场的音乐都压下去了 然后忽然就收起了笑声 冷冷的说道 我手下的幕僚都认为我应该先摆了你 免除后患 可是我就是下不了手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刘备浑身颤抖 连耳垂都哆嗦起来 他惊恐的看着曹操 一个字都不敢说 曹操又是大笑 表情温和的凑到他耳边 小声说道 因为我根本就没发现你是什么英雄人物 你在我的眼中就是个虚张声势 弄虚作假的废物 哎呀 这话把刘备听得这个舒坦呢 微微一笑 举起酒杯向曹操敬酒道 哎呦 您真是眼力非凡啊 曹操喝了一口酒 放下酒杯 收起了笑容 冷静的端详着刘备 他发现这人长得真是太奇怪了 可他就是看不出刘备到底有什么才能 因为到那个时候为止 刘备始终像是个下人一样 到处找主人 四处寄人篱下 而且没有干过一件露脸的事 他瞧不起刘备 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把刘备放在眼里 这种人不过是云云众生中最普通的一员 和众生不同的是 他头上有个半真半假的皇叔的帽子 曹操看不上刘备 可是有人看得上他 这个人就是董成 董成跟随皇帝刘协来到许昌之后 始终想要削弱曹操的权力 然而他的能力有限 不但没有削弱曹操的权力 反而让曹操把他们这会儿的权力 全部给削掉了 三公之中 除了袁绍是有名无实的大将军之外 司空和太尉都是曹操 主管政府事务的上书令则是寻遇 在许都 董成比皇帝留邪更痛苦 趁着曹操离开许昌去争讨 董成在许昌 兜头摸摸的组织反抗力量 他和依然效忠皇帝留邪的那些官员 喝茶谈天 最后总是把话题引到曹操的善权上 那些官员们不知可否 虽然他们效忠皇上 但是还没有为皇上献出生命的觉悟 最终能和董成走到一起的 只有一个叫王福的将军 还有一个叫崇姬的校尉 这两人虽然没有自己的部队 却有着一片清军策的真心 三人达成了生死联盟 等待时机 干掉曹操 恢复皇帝留邪的权力 刘备的到来 让董成眼前一亮 因为据江湖传说 刘备温良攻减让 深得民心 而且还有两个超级搏击高手兄弟 温宇跟张飞 董成狭隘的认为 如果能联合刘备 那干掉曹操的梦想 完全可以快速实现 他请刘备吃饭 还让刘备带着关羽张飞 饭局上 董成把刘备吹上了天了 刘备竖起大耳朵 认真的听 因为这是他将来 向别人吹嘘的素材 在和刘备吃了几回饭之后 董成就慢慢把话题 引到了曹操身上 刘备天生就对曹操有一种恐惧 他隐约感觉到 董成的话题里 有对曹操不利的地方 马上就装作喝醉 此后几回饭局的情形 惊人的相似 刘备毫无先兆的 就大罪不行 关羽张飞扔了青龙 咽月刀和杖八蛇毛 就把刘备抬回了住所 董成岁开始还认为是酒制不好 但是换了好酒之后 刘备仍然如此 后来他想明白了 刘备是不想掺和这事啊 于是他拿出了撒手锏 有一天他就问刘备 说皇叔啊 你想不想见皇上啊 刘备愣了一下 突然就要大罪不行 董成眼疾手快 死死的把他给扶住 叫起来说 刘皇叔 你也是刘氏皇族的一员 怎能如此颓废啊 除非你不是刘氏皇族 刘备最怕的就是别人 质疑他这皇族的身份 急忙坐直了 干了两杯酒 吼道 见就见 我怕什么呀 董成偷偷摸摸的跟做贼似的 带着刘备去见皇帝刘夕 刘夕在深宫之中接见刘备 俩人隔得远远的互相打量着 就跟失散多年的亲眼俩一样 不敢相信对面的人是真的 刘备看到刘邪满面沧桑 神情萎靡 这眼泪马上就流下来了 刘邪紧走几步 刘备小跑着迎上来 两人握住了彼此的手 是欲语泪先流 刘夕也跟着刘备哭 哭成了俩类人 哭了半个时辰 董成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哎呦皇上啊 别哭了 你俩见一面很不容易 别把时间浪费再哭上啊 俩人这才想起来 这次见面不是认亲 是商量如何恢复皇权呢 刘邪下拜到皇叔啊 曹贼势大 我天天在这皇宫里 日夜不得安枕呢 皇叔名望隆重 威名远扬 还望帮我一帮啊 刘备急忙阻止道 哎呦皇上皇上 刘邪说没事 我现在就是个橡皮图章 能有个亲人来帮忙 我死都值了 董成突然向刘邪跪下到皇上 刘皇叔肯帮忙 这事就成了 刘邪就让董成起来 说你这话说的 我跟皇叔是一家人 这个忙他还会不帮吗 刘备急忙说的 哎呦这个这个这个 刘邪和董成都惊讶的看向他 刘皇叔您 刘备啊了一声 哎这个事要从长计议啊 我看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待的太久 恐怕会被曹操发现 咱们下次再议啊 下次再议 俩人都傻到这了 什么叫下次再议啊 这回也根本没意啊 他们劝刘备多待一会儿 刘备是死活都不干 声称自己最近喝酒频繁 犯了胃病了 董成只好领着刘备鬼鬼祟祟的离开了刘邪的身宫 刘邪眼巴巴的看着刘备的背影 刘备不用回头就能感受到皇上的神情 他哀叹一声 有声以来第一次发自真心的流下了几滴眼泪 刘备和董成来往频繁 曹操早就发现了 他不知道这俩人在搞什么鬼 所以他借请刘备吃饭 试探他一下 历史上著名的青梅竹酒论英雄开演了 曹操请刘备吃饭 刘备吓得浑身直哆嗦 他本来想一走了之 可是兄弟关羽张飞安慰他说 曹操不会发现您和皇上的密谋的 您放心去吃呗 刘备叫起来对兄弟二人说 闭嘴 什么密谋啊 哪有密谋啊 不可乱说啊 你们俩想吓死我不成 俩人只好闭了嘴了 刘备借了俩兄弟的胆子 心神不宁的来赴曹操的宴会 其实所谓的宴会 就是一盘青梅跟一壶酒 曹操和刘备用青梅下酒 才喝了几口 这天边就响起了一阵雷 曹操就说道 哎呀 这天要下雨 谁也管不了啊 刘备这心脏剧烈的直蹦 这就叫做贼心虚 他觉得曹操这话里有话呀 然而曹操就是随便感慨了一下 很快就岔开了话题 俩人喝到高潮时 曹操晃晃悠悠站了起来 往前倾着身子 对刘备说 你说当今天下 谁是英雄啊 刘备把口中的酒 胡乱咽下去 哎呀 您您您呢 曹操哈哈一笑 坐了下去 自己干了一杯 轻描淡写的问道 啊 我听说 你最近和董城走得很近吗 刘备这正用筷子去加青梅呢 听了这话筷子停到空中 两只眼睛迅速翻腾 把四周快速扫描了一番 确信没有藏着的武士 他慢慢抽回了筷子 说道 只是同僚之间的闲聊呗 曹操指着他的筷子说 哎 你怎么没加东西就缩回去了 刘备看了眼筷子 故意失笑道啊 哦 我就喝多了 喝多了 曹操的神情 慢慢凝重 盯着刘备的眼睛 但是刘备的眼睛长在太阳穴边上 所以他只能盯住刘备的一只眼睛 他慢慢的对刘备说道 天下英雄 只有你和我其他人都是废物 刘备正伸出筷子 一听这话 哇呀叫了一声 这筷子一撒手就掉在地上了 曹操紧盯着他问道 你怎么回事 刘备这还不知该如何作答呢 恰在此时一道惊雷闪过 刘备大叫一声 哎呦我的妈吓死我了 曹操一看 这没忍住 哈哈大笑 说你怎么怕雷啊 你 刘备就着这个坡就要下 兴奋的解释道 孔子说了 说迅雷锋裂必变 圣人都怕雷 我怕雷那还不正常吗 曹操又大笑 这就是青梅竹酒论英雄 其实没有论 只有曹操一句非常扯淡的话 吹捧刘备的史料 最后总结说 刘备被曹操说中了是英雄的事实 所以惊讶的把筷子掉在了地上 其实曹操说自己和刘备是当时的英雄 很有点一个大人物和一个庸人开玩笑的意思 曹操根本就没发现 那个时候如同丧家之犬般的刘备 有任何英雄的钳制 至于刘备为何掉了筷子 恐怕也是震惊于曹操居然说他是英雄 这句话 他根本就不是英雄 被人说成是英雄 但凡有点心的人 那不掉筷子才怪 但是曹操这句话 倒真的激发了刘备 要做英雄的心 他摇摇晃晃的回到住所之后 就把关羽张飞找来说 二位兄弟 我要做大英雄 关羽和张飞两个大男人 激动的流下了眼泪 说道 我们跟随你多年 始终东躲西藏 被人瞧不起 如今听说你要做大英雄 看来好日子要来了 谢谢你啊 大哥 刘备没回话 醉死过去了 第二天一早 刘备回想起了昨天的情景 哎呦 狠狠地给自己好一顿抽嘴吧呀 傍晚 董城来找他了 问他说 向曹操夺权的时机已经成熟 你准备好了吗 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儿 下一集我们讲曹操第三十七集 一代赵事件 敬请收听 越是逆境 越要乐观 曹操 打不死的乐观主义者 作者 杜音山 制作 与子如一 主播 张胡子 本书 由独克熊猫军 官方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